秋三月呢 阳气内敛 所谓自然界 有一种肃杀之气 阳气内敛嘛 阴气偏盛啊 所以有肃杀之气啊 因此天气极近 地气倾诉 在这样一种 自然阴阳情况下 人们养生呢 所要早卧早起 早卧是避免秋季的 这个阴寒之气嘛 与机俱星 这是讲的具体时间 要注意 使智安宁 秋天呢 注意调节情绪啊 使智智安宁 以缓秋行 因为秋季是肃杀之气啊 是一种刑罚之气 要使智安宁 啊 同时要早卧早起 不要像春夏一样 啊 要夜卧早起了 这样的话呢 缓解秋季的阴 这个这个 肃杀之气 肃杀刑罚之气 所以一缓秋行 收敛神气 神气也应该内敛 因为自然界的阳气已经开始收敛了 所以人体的阳气也应该收敛 因此神气也应该内敛 以使秋平 以使气平 使自己的气血平调 由于神 收敛神气了 所以当然也就无外其志嘛 人的意志呢 也不要过分的活药 像春夏那样啊 夏天像啰嗦 爱在外那样 要无外其志 使意志 也要平静 收敛 使肺气轻 因为肺与秋气相应啊 上面所说的一些调养身体呢 都是为了保护人体的正气 特别是肺气 因为秋气养生不大 首先容易伤害的是肺脏 肺与秋相应嘛 所以用上边这样一些注意养生的方法 使肺气轻 而不上腻 肺主速降啊 肺气轻速 是好事 是正常现象 此秋季之应养收之道也 春夏秋冬吗 春生夏涨 秋收冬藏吗 所以秋天的养生 因此说是养收之道 养收气的规律 下养涨气 求养收气 逆致着伤肺 冬未迅献 到冬季 阴寒之气就更胜了 阳气不能浅藏 阴寒过剩 所以发生迅献之病 奉藏 之少 因为你 秋天秋收 没养好收气 所以到冬藏 避藏之气 也不能正常的避藏 其实冬未迅献也是不能避藏的一种现象 肾阳大衰了 须寒 谢谢了 也是因为 肾气不能藏了 冬三月 此味必藏 冬三月必藏啊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浅藏了 阳气浅藏于内啊 所以用避藏一词来 来形容冬三月的气象 水接冰 地被冻裂 水冰地撤 撤就是裂 滴水成冰啊 土地冻裂了 水冰地撤 自然界是这样一种现象了 这么寒冷 阴寒之气这样盛 所以人体呢 要注意活动的时候啊 不要扰乱阳气 也尽量使阳气牵藏 要无扰护阳 不要扰动阳气了 不要扰动阳气的生活规律上 要注意早卧早起 必带日光 这可是古时候的生活了 那么阴寒 那么寒冷的天气 应该早卧早起 那叫日 确实要日入而熄 日出而作了 必带日光 不是坐 是起床 必寒 意思就在于 躲避这种寒凉 古时候的气候 一个是比现在要冷 这是气象学家研究的结果 再有古时候 人们的那个保温的水平 肯定不如现在好 那么从养生角度讲 要避免寒冷啊 还是很重要的 同时在情质上 要使智 使自己的意志 精神意志 要若服务若腻 就藏了一下来 就好像 潜伏 好像藏了一下来一样 跟自然界的气象 是一样的嘛 自然界的动植物 到冬天 都有这种现象啊 你看那树 北方那树寒冷冬季 除了那个真叶树之外 大都没有叶子了 那真潜藏下来 看他生命的像停止一样 当然实际上 并没有真的停止 所以人的情志 也要若服务若腻 把情志的藏匿 好像藏匿起来那样 若有私意啊 好像自己有什么 私事啊 不愿意泄露 哎 那是什么呢 还要搅得自己情绪很好 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了 结果那 心里很变得很抑郁 那不行 他若有私意 嗯 好像我自己 有点好事 不告诉你了 若己有德 要保持一种 好像自己有所得 有所心得 有所成就 那一种心态 其实在阴寒那季节啊 这种心态可是很难做的 所以要求要注意 这种心态的修养 冬季的自然阳光就少 天气又寒冷 人们多半都 这个这个 躲在这个房间里边 这时候如果再不保持 好的心态 也很容易得病 现在研究证明 说是光线差 光线暗 特别是到极力 黑天 那几个月 没有太阳那几个月 人们抑郁症发作的 就比较多 所以越是到这样的环境下 越要保持自己的心态 这是自己保持的问题啊 当然我们现在 电源充足 有的用电用不完的 那光线开的足足的 可以 那么但有 毕竟多数情况下 光线是 到冬天相对就弱了 所以呢 我是从光线上来讲 其实呢 自然界来讲 那是阳气 潜藏于内的问题 所以人 阳气也 潜藏于内 阳气 潜藏于内 还要注意情绪的 调养 调养什么 若己有德 若有私意 使之若服若逆 这样呢 使得情绪上的 平静 再有 要注意 去寒 救温 不要冒处 风寒 注意保暖 无泻皮肤 没有无故的泄露皮肤 所谓不穿好衣服 暴露于外 受风寒 清洗 无泻皮肤 就注意 不要受风寒的清洗嘛 使气 极夺呀 使人体的阳气 反复受到 多湿 急 就平 不停的吧 我能过去讲过 急子啊 因着苍清而起气 读成气 使气多 反复的丢掉 反复的丢失阳气 因为皮肤泄露了 风寒清洗 阳气很容易丢失的 此冬气之应啊 这个养生的道理啊 是符合冬气的这种现象 与冬气相应 冬气什么 冬气就必藏嘛 人 养气也应该必藏 养藏之道也 这是养藏的规律 逆之则伤肾 肾与冬气相应 所以逆之则伤肾 伤肾之后 春天可以发为 伪绝 伪绝治病 也就是说到春天 肾气没能养好 春天肝 少阳之气不能生 肝脏也不能受到滋养 所以发为伪绝治病 伪是伪软无力 肝失其痒 筋无力 因此可以出现伪 所以肝伤 肝不失其痒而伤筋 所以说伪 绝是绝 手足粮和手足热 在内经里来说 这绝呀 在这里的是指 手足粮和手足热 诸觉 故谢 皆属于下 属于下胶之病 肾病 或者是肝之病 肾阴虚 则手足热 肾阳虚 则手足粮 所以 到冬天养生不当的话 春天可以发生伪绝治病 因此又说是奉生者少 春天当生 而不能生了 那是因为冬天 因藏而无藏 所以春天当生 而不能生 那么这个四季呀 除了本季养生不当 要有病之外 还影响到下一个季节 因此春生下长 秋收东藏 这是相互关联的 根据每一季节的自然的气象 来定出一个形容词 叫做发尘繁秀 荣平必藏 根据自然界阴阳升降 这样的特点 来调解自己的养生的方法 和规律 我们翻过页 270页 看理论阐释 四十气象与养生的问题 四十气象与养生的问题啊 这个教材中提到 本天先论四十气象 后述摄养之法 四十气象本于天 摄养之法 用于人 体现了天人合一 人法自然的养生之道 归纳成了如下这三个方面 来讲这个问题 第一 是春之发尘 夏之繁秀 秋之荣平 冬之必藏 来产发四十生长收藏的气象特点 这是讲的气象 所谓象 既是万物形态如貌的真相 这是讲啊 下边又讲什么 就 发尘 是说 来表征养起生发 推尘出新的特点 繁秀 来表征 夏季阳气 掌望 万物茂盛的特点 荣平 是表征秋季 阳气 开始收敛 万物容貌 倾诉 平定的特点 必藏 必藏 是表征冬季阳气 尘前 万物 折服 自顾 的特点 这第一 第一个问题啊 人法自然 养生啊 是 讲了 发尘 繁秀 荣平 必藏 这样的不同的 特点 第二 方面提出 以四十气象 做类比 以四十的气象 做类比 指导养生 提出来四气 调神的方法 啊 这不是调神的方法 春天 应该使 以使至生嘛 生而勿杀 羽而勿多 赏而勿伐嘛 夏天 这使至无怒 若所爱在外嘛 秋天呢 收敛神气 以使 使至安宁嘛 冬天呢 若有思义 若即有德 这都是 四气调神嘛 以气象 四十气象 做类比 指导养生啊 提出调神之法 第三个方面嘛 我们教材提出来说 本篇所述四十气象 除指导顺时养生之外 也是理解内经 五脏概念中 四十内含的重要经文 肝脏的内含 是和春季相应 春季是少阳生发之气 所以呢 春天养生养好了 对夏天心脏 心阳的旺盛 就是有助于 有助于新阳的旺盛 如果春养生不当 夏季新阳之气也不能生 又会产生其他病 所以呢 本篇 尽管是谈着养生问题 其实也对五脏的概念问题啊 四十五脏这个关系问题 也是一个重要的 也是一个重要的论述 这是四十气象养生理论阐述 提出这三个方面来讨论的 下面又提到林郑 只要当中啊 讲了两点 第一 是顺应四十特点养生 这个自己读一下 但是呢 我们看到 本段 虽然是叫四气条神 但是 其调形的文字 更多 尽管是调形的文字多 仍成为调神 可见 内经的养生 调神 在于调形之上 重视神的调养 确实如此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没调养好 锻炼形体 几乎是不会有好的结果 第二个临床应用问题 提到了 早卧 晚起 必带日光 冬季阳气 晨前 天气严寒 万物蛰伏 人之精气 亦应 内迁必藏 因此 起居作戏 要早卧 晚起 增加时间 居始时间 减少 冒寒的机会 所以要去寒就温 无扰回扬 以适应 这种环境 这种气象 这种精神 尤其适应于老年 幼弱 久病 等生机薄弱之人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说我身体强壮 东练三九 下练三福 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身体强壮 强健身体 逐渐的适应外在环境 你也不能说 我要适应环境了 我从来不练 偏三九那天 赤膀上外头练去 这恐怕还是不行的 特别是对老年体弱 乃至久病 生机薄弱之人 这个必带日光啊 还是这个道理 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只是讲这个道理嘛 所以咱们教材上说 这个必带日光 延期晚也 而且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下面讲了一下 阴阳升降 冬天白天短 夜间长的这个道理 另外呢 就是寒寝气帘 物浊的空气难以消散 你太早恋 并不见的是好事 尤其是老年人呢 本来睡觉就少 早恋早恋 夏季早恋 没什么不好啊 冬寒之气很严重的 还去早恋 不见得是好事 应该是让得晚一点 特别老年人体弱之人 在中国的北方 零下十度二十度 乃至于三十度 说天没亮就出去恋了 有这样人 也有恋坏了的 如果他住见的 常年如此 身体强壮 那可能适应性强 那有的就适应性不强的 突然一受寒 血管一收缩 心脏冠心病发了 这种现象 确实有的 所以早上啊 太冷的时候 不要太早的出去 特别是老年体弱之人 那么出去之前呢 应该喝点温开水 这样对自己有好处 所以在临床应用上呢 那么昨天我出门诊 有一个冠心病的病人 他还说天不亮我就起来 就如何 我说起那么早干嘛 他说送孩子上学 那没办法 他虽然四十多岁 他还在送孩子上学 那是他的生活需要 不是他的身体活动的需要 我说你注意 早晨起来走之前 一定要喝点温开水再出去 穿暖一些 因为这几天突然寒冷了 本身那个心脏功能就不好 所以应该非常注意 所以说东三月早晚起 必带日光 还有其适应的适应性 还有很重要的道理 当然对一般年轻人 说是工作需要 我天黑就得睡觉 那谁也解决不了你这问题 所以应该从精神上理解 下面看看第二段 271页 这一段是讲四十阴阳 从之则生 逆之则死 还是跟养生 养生的问题 顺从阴阳则生 逆阴阳则死 四十阴阳 从之则生 逆之则死 你春气则少阳不生 干气内变 你夏气则太阳不长 心气内动 你秋气则太阴不收 肺气浇满 你冬气则少阴不藏 肾气独沉 复四十阴阳者 万物之根本也 所以圣人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以从其根 故与万物 臣服于生长之门 逆其根 则发其本 坏其真意 故阴阳四十者 万物之中实也 死生之本也 逆之则灾害生 从之则科技不起 视为得道 道者圣人行之 与者配之 从阴阳则生 逆之则死 从之则治 逆之则乱 反顺为逆 视为内阁 是故圣人 不治以病至未病 不治以乱至未乱 此之未也 不病以成而后要之 乱以成而后治之 辟有壳穿井 斗而助追 不亦惋乎 这是首先谈到的养生 是否能够顺从四十阴阳的问题 逆春气 则邵阳不生 春为邵阳生发之气吗 春三月此为发尘吗 那都是邵阳生发的意思了 所以如果违逆了 春季邵阳生发之气 去那样的话 不注意养生 所以则邵阳不生 人体内的邵阳之气 就不能正常的上升 当生而不能生 首先伤害的是肝脏之气 因为肝应春 肝气通于春 所以叫肝气内变 变就病变 变动 就肝气变动了 也就是肝气产生了病变 同样道理 逆夏气 则太阳不长 心为阳脏 阳中之太阳 我们在讲这个六解脏相论的时候 不讲吗 心为阳中之太阳 同于夏气吗 所以如果不能够正常的养生 伪逆下涨之气 所以太阳不长 心气内动 动就空虚 心气不能旺盛 夏天当旺盛而不能旺盛 因此说心气空虚 逆秋气则太阴不收 肺气焦满 焦满肺液焦 而胸胀满 肺气不能够轻塑 不能够塑降 肺硬秋吗 秋不能养生 所以肺气也不能轻塑 因此说肺液焦 而胸胀满 逆冬气则哨阴不藏 肾气独沉 冬季养生不当 肾不能藏 肾气通于冬 所以叫肾气独沉 沉就是沉于下 而不必藏 那就是说四十和四脏 是相关的 每一个季节养生不当 首先伤害相应的内脏之气 当然前面那段我们已经谈到了 除了伤害内脏之气 还影响到下一脏之气的正常的产生 富四十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这又讲个基本道理 四十阴阳升降 也是万物的根本 万物生长的变化 都和四十阴阳是相应的 这是基本道理 所以四十阴阳者万物之根本 这不单是人 所有的生物都是这样 所以 圣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因为是万物之根本 人也在其中 因此圣人 懂得养生之道 人 春 春夏就养阳 春天养生 夏天养长 生长为阳 所以春夏养阳 养生长之气 秋冬养阴 养收藏之气 收藏为阴呢 我们前第一段不讲吗 春养生之道 夏天是养长之道吗 秋养收之道 冬养藏之道 所以 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 四季 要根据这个规律来 进行养生 所以春夏养阳 就是养生气 养长气 秋冬养阴 就是前面所讲的 养收气 养冬气 当然对这句话 有多种解释 道理都是可通的 但是就本篇的本意 它应当是 春夏养阳 是指养生长之气 秋冬养阴 是讲收藏之气 别的解释 不是不行 可以 但是就本意而言 是这样的 以从其根 春养生 它为夏养长之根 夏养长 是秋收之根 秋收是东藏之根 生长收藏 这是相互联系的 这叫以从其根 互为 相互为根的 故与万物 沉浮于生长之门 万物与自然界的阴阳 沉浮升降一样 人呢 也和万物那样 沉浮于生长之门 沉浮阴阳 升降之门 因为阴阳有升降 阴阳有出路 就如同有门户一样 出路门户一样 所以叫阴阳 万物臣服 生长之门 逆其根 则发其本 坏其真意 如果违逆了 这样的规律 养生养长 养收养藏的 这样的规律的话 则发其本 损害了 人体的 生命之本 阴阳之本 坏其真 使人体的 藏真之气 也受到损坏 所以 逆其根 则发其本 坏其真意 故阴阳四时 者万物之忠实 也死生之本也 阴阳四时 生间的出路 生长收藏 这样的变化 是万物之忠实 万物 都是这样 生长收藏 终而复始 这样的变化 死是因 万物之忠实 周而复始 终而复始 生长收藏 生长收藏 这样的变化 死生之本也 也是 生命的产生 和生命的虽亡的 这样一个规律 逆之 作灾害 生 从之 作科技 不起 如果 违逆了 自然界 这样的 规律的话 就要产生 灾害 对于人来说 就要产生 疾病 如果 从之 顺从了 这种 生长 收藏 这样的 阴阳 升降 的 规律 科技 不起 就不发生 疾病 科技 我们在前面 讲过 随有大风 科毒 佛能害 也 讲过这个 科字 又可以理解 为是严重 也可以理解 为是细小 科是细微的意思 严重 也可以做科来解释 细微 也可以做科来解释 所以说 如果顺从了 自然界 营养生 生长 收藏 这个规律的话 重病不会发生 一种解释 另一种理解 小病也不大发生 因为你顺从了 阴阳之道了 都可以解释 世卫得道 说这是 得到了养生之道 道者圣人行之 愚者配之 懂得养生之道 圣人懂得养生之道 所以能够履行 实行养生之道 按这个规律去养生 愚笨的人呢 违背这个 这个配之 可以读成 背之 违背的意思 圣人违背了这个道理 从严言作圣 逆之作死 顺从严言规律 当然就跟上面一样的嘛 从之作可计不起 从严言作圣 逆之作死 从之作至逆之作乐 治就正常 顺从营养规律的话 一切都正常 身体就健康 逆之作乱 违背了营养这规律的话 人体就产生疾病 反顺 反顺为逆 视为内阁 把正常的给它变成不正常的了 视为内阁 这就成为内脏之气 与四十一样之气 相隔聚 而不能协调了 本来我们讲的四气调神嘛 相隔聚 就相不协调了嘛 那当然 就成为一种严重的疾病了 甚至是危险了 有生命危险 这个反顺为逆的人 有的是啊 我们讲上古天真论 不是讲了吗 以久为疆 以望为常 罪以入房 以欲戒其精 以耗散其真 这不都是 反顺为逆的吗 当然那个 现在讲的四十之气 也是这样啊 四十生长收藏的规律是有的 前面也讲了 孙三月此为发尘 天地寄生 万物以容 因此夜窝早起 广无于庭 批发缓行 等等等等 那不都是讲的这些问题吗 顺呢 如果反过来 那就是反顺为逆 视为内阁 内脏之气 与四十之气 相隔绝 那么讲了 这样的重要性 养生啊 是要顺从自然 与四十 这个阴阳升降 保持协调一致 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呢 就进一步强调了 养生的重要性了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 治未病 上古圣人呢 高明的医生啊 不治已病 不是说等他有病了之后再治 而是治未病 没有病之前就要进行治疗 注意养生就是这个问题啊 预防为主的思想也是这个问题啊 我刚才说 我上次讲个提到了 我们国家卫生工作四大方针 七条就预防为主啊 那也是不治已病嘛 预防让他不发病 至于胃病之先 还没有发病就进行治疗 所以叫治胃病 胃病之先就进行了治疗了 那也就是预防了 不治已乱 治未乱 这是这是 从那个国家和社会来说 不是单纯的讲的是医生问题了 对于国家 对于社会来说 应该在治理其未乱之先 你把社会治理的很好 他自然就平静 不要等乱已经发生了 再去整理 再去治理 那就相对来说就晚了 受到损失就大了 所以叫不治已乱 治未乱 未乱之先 先把社会治理好 把国家治理好 此之未 这是把人治病啊 和治理国家 治理社会同样看待的 所以从这之后啊 从内经上思想之后啊 把治果和治家和治病 作为一起来看待 所以医生呢 这个这个历史上的医生呢 也曾经有过自我安慰啊 说不为良相 但为良意啊 良意良相 他自己这么看吗 当然也对 我们现在是作为医生 我治人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话说回来 从内经上看 治人治果 他都是一个道理 抚病已成 而后药制 病已经形成了 成是比较严重了 而后药制 然后再给他药物 进行治疗 乱已成 而后制之 社会已经很乱了 很动乱了 然后再去治理他 这就说啊 相对来说就比较晚了 好像是咳而穿井 口渴的 响血的去去挖井去 去打井去 斗而助追 战斗已经发生了 才去制造武器 追是一种武器啊 不亦挽呼 那是太晚了 当然是 要病已成 我们现在也还 治了很多是病已成的 医院病房里 收的那些 康复的也 还是已成的大部分 多半还是已成了 病才去治的 但是这里所强调呢 不是说已成的病 我们不治了 而是说我们要强调的是 预防为主的问题 要注意养生的问题 要注意向民众宣传的 养生思想 包括我们现在的 讲卫生 卫生也是保卫生命嘛 跟射生的意思 意思很相近的 不要等到病以后 再去想起来该治了 这是很 这是不好的 应该注意 强调的是养生嘛 当然病以后 我们还治 这是另外一个含义 这段文字啊 就讲完了 我们翻过页来 看看理论阐释 理论阐释当中 提了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个关于 四十阴阳 万物之根本 这句话是讲的大道理 我们内经反复强调这样道理 我在其他的片当中 也不断的讲这个内容 四十阴阳 万物之根本 是贯穿全篇的中心饲养 是内经天人相应 整体观的基础理论 也是中医养生学说 得以建立的学术支柱 养生 要人和自然相联系起来 这确实是中医学 很重要的一个 也是养生的一个特点啊 它是个建立养生的 这是一个理论基础 那么关键的问题呢 在养生方面呢 还是养的春生下长 求收冬藏之气 根据四季的阴阳之气的升降 来采取不同的方法 这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社会越进步 人的寿命越延长 越需要养生 从中医理论上 应该认真的研究 发掘 创造更好的 养生的方法 和技术 这个第二个问题 就谈到春生 春夏养羊 秋冬养阴的问题 春夏养羊 秋冬养阴呢 有好几种说法 刚才我提到的 是春夏养生长之气 秋冬养收藏之气 生长之气就是羊嘛 收藏之气就是阴呢 我说这种解释 是最符合本篇的意思 在咱们教材提到 在前代的度假当中 马时 明代的马时 和清代的高士士 高士宗 都持这种见解 我们认为是 与内经的本意是相合 然而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三说 也各有道理 也可以符合临床 与内经之意 不能说是相反 所以我在讲 本门课程开书的时候 就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不是说解释内经 某句话某字 只有一个说 不许有他说 不是的 它都符合实际 都符合内经理论体系 因此都可以成立 但是毕竟相对来说 有一个是最准确 不反对别的说法 另外三说 比如第一个 汪斌 是阴阳护制论 阴阳护制的 他说春夏养阳啊 说是春夏 因为阳气盛 应该从食物上 养生来说 应该注意吃些凉东西 因为阳热之气盛嘛 应该吃些凉东西 不要阳热太盛了 使人体 相适应 秋冬呢 应当适合 吃一些温暖的食品 以避免寒凉 对不对 对呀 这实践中有啊 夏天天气很热 吃点冷饮 肺的可以 当然不可过了 冬季寒冷 一些吃温暖的食物 可以呀 有啊 我记得 我记得 我的一个老师是四川人 他说他们家乡就有个习惯 他们家乡 不敢说是整个四川 反正他们家 我去那天正好是 是立冬 他们家正在吃福子 炖羊肉呢 他说我们家乡就有这习惯 立冬了 寒冷了 福子是热性的 羊肉也是热性的 他就那天吃 所以符合实际 王明这种解释 也符合实际 对不 北京那天下大雪了 我看那个火锅城 那天生意特火 太冷了 外外人们都去吃火锅了 热乎的 第二 说提法 对这句话的解释 是阴阳护根的角度来理解 比如是张介斌 就是从阴阳护根论来讲这个问题 他阴阳护根论 他是从病的一个角度讲 说春夏呀 伤于阳 秋冬则病 秋冬伤于阴 春夏就为温热治病 他是从这个角度讲 也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因为阴阳是护根的嘛 你春夏伤了阳气了 秋冬他就阴晶也藏不好 秋冬阴晶不能藏了 春夏也要得温热治病 冬不藏晶 春闭病温嘛 就冬天养生不当 春天得温热治病 符合不符合时期 也符合时期 所以 这个张介斌 从阴阳护根的这个角度来理解 春夏是阳 为阴之根 秋冬是阴 为阳之根 阴阳护根 护用 阳阳不当 阴也不能生 阳阴不好 阳也不能正常长 第三个观点呢 是以张志聪为代表的 是阴阳盛衰的 从这个角度理论 认为 春夏虽然阳盛于外 而虚于内 秋冬是阴盛于内 而虚于外 春夏看来是阳气盛 其实里边还寒呢 阳气盛于外 而里边反而寒 符合不符合时期 也相当有一部分 确实有这种情况 所以 认为 阳 春夏 阳盛于外 而虚于内 虽有 夏月 福音之病 而春夏亦养其内虚之阳 春夏时候 应该养阳 他是这个养 是补养的意思了 这种人是阴寒内寒的人 要春夏去补养 他说好 是好 不错 本来就阴寒盛 你在冬天养阳 他不容易养起来 春夏自然界的养气盛 借着自然界那支气 养气盛 再给他温热药来补 他容易养起来 所以 张赤聪这种解释 当秋冬养阴 也是这样子 也符合临床时期 所以我说 尽管我们提出一说法 马石等人观点 认为是最符合本篇的意思 但是另外三说 也有 各有道理啊 但是针对不同的情况 他都有他的道理 针对不同的情况来说嘛 这是关于春夏洋 秋冬养阴的 这个理论上的解释 关于治胃病的问题 关于治胃病的问题呢 本篇的治胃病 就是讲的预防 胃病先防 在整篇的内经当中 治胃病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疾病防变 有病之后 要防止其传变 也叫治胃病 这是 这是从咱们 那个治胃病 这个概念上啊 从内经记载上来讲 包括两个方面意思 主要的是本篇所说的 胃病先防 叫做治胃病 那么也有的篇章提到的 是以病 疾病啊 防变 比如说疾病防变的问题 看咱们教材 在关于治胃病这里头 第三个小的自然段 治胃病 除胃病先防含义之外 在内经 还有疾病防变的内涵 如刺热论 所说 干热病者 左加先斥 病水 等等了 还有说肺热病者 又加先斥 等等等等 就是哪个内脏之病啊 它首先在面目上 有所表现 表现在部位不同 所以中间有个山节 病随未发 见赤色者次之 明月治胃病也 已经发现有赤色了 就是有病了 没有真的表现出 严重的时候 要赶紧治 这也是叫治胃病 所以说要求医生 在掌握疾病传变规律的基础上 密切注意病情 洞察其演变趋势 抓住时机 早饿其路 早饿其路 本话就是在 速问刺热论里的话 早饿其路 遏制疾病的传变的道路 这也就是刚才咱们 引证了速问刺热论 那一段之后 其中有句话 早饿其路 遏制他传变的道路 这也叫治胃病 所以大家后来很熟悉的 七十七难 难经的话 说所谓治胃病者 见肝之病 则之肝当传之于痞 故先拾其痞气 无令得受肝之邪 故曰治胃病 你看 难经 意思也是说 疾病先防的意思 金贵要略 也有这样的话 都是 以疾病防变 那也叫治胃病 而且在临床上 也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这个下边我们就看 林郑止药 林郑止药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养生原则的 临床应用问题 第一提到的 指导养生防病 指导养生防病呢 第一点又谈到的 保健锻炼问题 顺应四十阴阳特点 进行保健 调解情质 身体锻炼 当然也提到了 一些饮食物的问题 总之是要顺应四十 第二点呢 是结合体质 特点来实施 养生防病 当体质阴阳之偏 与季节阴阳之偏 性质相同的时候 那就防止其阴阳之偏 过剩 本来阳生体质 到夏天了 自然界也阳生了 那么你这种养生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阳气太过了 应该怎么样注意 平息它 如果是相反 就利用四十阴阳升降之机 来纠正人体的阴阳 偏胜偏衰 比如刚才我们举例说 张志聪的那种理解 本身这人阳气不足 一到冬天就犯病 那么这时候 你在夏天就给他补阳气 夏天自然界阳气胜 我们给补阳气的话 容易发挥作用 容易取得好的效果 那不就等于冬天的病 也就治了吗 所以呢 这个是根据病人的 根据个体的体质 来结合自然界的阴阳升降 来养生问题 现在就讲到这里吧 感谢观看